我們這次課程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從生活中 去發現一些生活美學的建構元素 譬如說我們最常接近的是布料 所以我們從布料跟刺繡入場 讓小朋友先學會如何用針 如何打結 如何認識各種布料 接下來就帶他們到學校或是生活周圍的自然景觀 譬如說我們不常注意到的雜草 野花之類的 這些其實都可以成為我們生活美學的元素 所以他們從觀察自然生活中 找些布棄宴小東西都可以成為生活美學的培訓過程 這次的學習真的很感謝老師 因為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 老師謝謝您 讓我們學會了不同的刺繡方法 還讓我們做了有趣的作品 醫師團隊規劃這個課程 帶著孩子用針跟線 還有能夠帶著到他們附近去做自然的採集 然後來進行一個藝術拼貼的活動 所以整個課程規劃我覺得非常的多元 豐富而且相當的有意義 老師也非常的用心喔 可以去融合學校的一些 譬如說環境景觀去認識一些幾何型 在生活中可以取材這些藝術的東西 覺得這個課程還蠻特別的 謝謝這次兩位老師的精心的安排課程 那孩子在這次的學習過程中 有非常大的收穫 懂得學習編織技巧 那也很期待自己的作品呈現 那希望以後有機會 可以再跟兩位老師合作 那這裡是彰化線永樂國小 是就好好玩 耶 我好喜歡 我好喜歡 我可以 好愛 我 但是 我好愛